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大白鸟车 我们这期的话题是 长途七星 一定要学会补胎 对于我们七星者来讲 除非你是实心胎或者真空胎 要不然补胎 都是要学会的一项技能 特别是长途七星的时候 要不然有可能 你就只能半路推着它走了 你不会的话 所以先学会 可以减去很多烦恼 在开始补胎之前 要给大家隆重推荐点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这个电鞋打气筒 这个是有带气压表的 还有就是个小盒子 这小盒子里面有翘胎棒 浇水 还有这个补胎片 如果没有这两样东西的话 下面的所有的工作都没办法做了 还有这两样东西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小乔机鞋带 所以戴户外长途齐心的时候 这两样东西一定要戴 要不然就是乔户难为无敌之吹了 这个补胎教程 我们主要分六个步骤来讲 第一个步骤就先把这个车胎拆下来 当然这个拆车胎也不是必要的 在这上面补也可以 不拆轮胎也可以 但是拆下来会比较方便 我们下面进行第一步 把这快车竿把它封掉 拆下轮胎以后 我们进行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先把这个气放掉 然后把内胎拔出来 气氛干净 拔出内胎 这是我们就用到这个翘胎拌了 有好多大神说他们都用图实掰 我觉得就跟开启就一样 有起子你为什么不要用手去开的 少帅呢 有工具给你轻松了 你把这个翘胎拔出来 再来一个原来这个边线 如果你没有这个翘胎拔的话 你掰不下来的话 最好不要用螺丝刀 用螺丝刀你可能你把内胎划散了 这个内胎拔出来以后 我们就要进行到我们的第三步 就是找漏气的地方 找漏气的地方在补胎里面 是最难的一个步骤 特别是对一些缓漏气的地方 漏气比较大的话 我们比较好找 那么一步一步来讲 第一个听到这个东西 先把气充满 因为只有把气充满以后 你才好找漏气的地方在哪里 你不要打太满 这样子我们就要来找这个漏气的地方 如果你是刚好在雨水的地方 那就很简单 把这轮胎放到水里面 一观察就知道 哪个地方在漏气 我们刚刚说找漏气的地方最难 就是因为你不一定刚好有停在这个水边 那没有水的时候 之后我们就需要有点耐心了 我们需要接触人体比较敏感的部位 比如说我们耳垂这个地方就比较敏感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换子 人在放在这里 一点一点的移动 因为缓漏气是不好找的 比较大漏气的话 你用手这样去摸 你就知道在哪个地方 但是缓漏气的话 我们就需要有点耐心 慢慢的来找 这边找一圈没有 我们再找侧边 反正总之你要把它找到 通过前面我们用水 或者用手 或者用这个锤这边 找到这个漏气孔以后 我们把它按住或者这个记号 然后就进入我们的第四步 补胎 补胎要开始用到我们这个小盒子 正面的补胎片 浇水 还有一个 这个错胎片 下面我们一步来一步来讲 这个错胎片的话 就只要把这个漏气孔这里 把它 搓稍微搓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个 没搓起来软软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漏气放掉 好用力一点 记住搓的时候 我们要需要 比如说你需要用这个大的时候 我们就搓这么宽的一个范围 不用搓太宽了 也不能搓太窄了 我们搓好以后 把这表面清理干净 然后用这个浇水 涂均匀 有的是免浇水的补胎片 那种就不需要涂浇水 把这个补胎片撕下来 涂完以后 不要急都搞上去 先量过它的筋头中 先量过它筋头中 先量过它筋头中 按上去 按上去 用力压 再压结石以后 我们再把这外面这个撕掉 注意不要把它胶撕下来了 撕的时候注意一点 这样就补好了 过一会以后 我们把这个气冲上 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要先打气 打气的话 第一个是 再检查一下 有没有漏气的地方 按重复上面那个步骤 就是查漏气哪个步骤 第二个就是放进去的时候 反正要打气 不要冲太多气 因为我们刚刚才补 如果你冲太多气的话 有可能把它冲开 在检查没有漏气以后 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五步 把这个内胎装进去 但是装进去之前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要检查一下 就是要摸一下这个内 外胎的内壁 要摸一下有没有刺 就是免得等一下装进去 就会又破了 有的话我们就要把它清理干净哦 没问题 我们就把它装进去 把这个钉钉这里 直接放进去 内胎进去以后 再把外胎搞进去 如果这一点比较困难的时候 我们好像可以借着这个 敲太半 所以说这个很好 再检查一下 外胎有没有全部进去 如果没进去 等一下 打气就可能会又爆出来 外的全部进去 我们先把这个螺子搞进去 先把这个内胎固定住再打气 打气就很简单了 我这里有这个气压表 可以知道要打多少 通过前面 无二步骤我们就把这个轮胎补好了 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步骤 把它装回原位 我们先把这个车倒放过来 顿准 这样就完美的完成了今天的补胎任务 前面就是今天我们补胎教学的全部内容 你学会了吗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关注 点赞哦 下周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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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